这有一位同修问的 他说关于人往生之后 多少天火化了比较适合 这一桩事情 过去古大德在赤宗经粮 赤宗须知里面说得很清楚 但是在有些地方 特别是像外国这个地区 他受到国家法律的管制 规定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火化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一定不要违背 这个地方上的这些法令规障 佛弟子一切要遵守法规 那么真正往生之后 什么时候火化都没有关系 这个人断气之后 最重要的是12个小时之内 真的往生 他一段气 神时就走了 那是你怎么碰他 这是无所谓的 就怕的是他没有能往生 没有能往生 他这个神时还没有离开身体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最低限度是8个小时 最好是12个小时 12个小时以后再动他的时候 这是非常安全的措施 好 好